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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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雨立君 今年21歲 你們也可以叫我小雨 我是第四屆和第六屆的女子最強戴的冠軍 我是四歲半開始學的 一開始是媽媽帶著我 跟姐姐去參加圍棋班 但是之後就是我的 就是我對圍棋的興趣大於我姐姐 所以我姐姐就沒有繼續學 然後我就自己繼續參加圍棋班 當時我是就從簡單 可能可以把對方吃掉這種 比較小的小小的成就感 所以媽媽也覺得說 那我可以繼續再試試看 從四歲半學到現在快21歲 學了17年 這蠻好玩的 樂趣在哪裡 就是把對方吃掉 那妳平常回家之後 會花多少時間再來練圍棋 一個小時 每天固定就對了 在網上更加想起 就是自己搭配的事情 小學三年級之前還是會把圍棋當興趣 那當時是好像三四年級升上六段 業餘六段之後 就覺得可以往職業騎士的目標邁進 所以從那時候就開始更認真的 一個專注在圍棋上面 在國三那年就是 就是很幸運的 考上職業騎士 因為剛好是國三嘛 所以就跟高中有點衝突 因為會考了 但是又覺得說已經努力這麼久 想要認真的在職業道路上 希望有一些好的成績 對 能參加一些國際賽 就是想要 就是在最好的年紀最好的時間 再繼續衝 當時 因為可能我基本功沒有到很紮實 所以那時候的成績 也沒有說特別的理想 但是就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機會 讓我有機會可以去韓國訓練 2016年 參加了一個製運會 對 然後當時在賽場就遇見了 韓國的劉昌鶴跟 梁仔豪老師 然後他們看到我之後就說 欸 我有沒有興趣去韓國 國家隊訓練 這樣 就是我的契機是這樣 不然其實從來沒有想要出國 訓練的打算 那時候就是已經 自己就是已經覺得非常想去 對 所以也沒有很糾結 剛好有這個機會 然後我也很喜歡韓國 對 所以就覺得 可以去訓練 然後去韓國 認識一下韓國這個國家 我是去韓國之前有學了 三個多月左右的韓文 就最基礎 到那邊之後就是慢慢聽 然後就是一直聽 我覺得韓國國家隊訓練的時候的態度 比台灣訓練的稍微嚴謹一些 訓練的嚴格應該就是說 訓練的時候他們比較不容易 可能聊天或是 就是真的就是只有在圍棋上面 專注在圍棋 覆盤監討 對 也不會說很好玩 很有趣那種感情出現 他們就常常會有一些 遺地訓練 對 我覺得這個也很棒 大部分都在韓國 對 那可能說去一個 像是遊戲我們是去一個廟 對 就在那邊展開 一個多禮拜的生活 因為每天都去同樣的地方 都去韓國祈願 一定會正是苦早或是覺得 很不想去 所以偶爾換一個新的環境 然後去順便去那邊走走 對 靜靜心 然後大家圍在一起下棋研究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就是 從小到大沒有離開過父母 所以突然長時間 一個人待在一個 語言也不同的國家 就真的就是從 從零開始就是 全部都要自己搭力 我覺得生活上自理能力啊 就是處理事情的能力 就進步很多 很小的事情 可能說洗衣服 燙衣服 可能說煮飯 想要吃雞蛋 想要吃什麼 想要自己 自己做出來 或自己去買 廚藝有進步嗎 不知道耶 不過還能吃 現在說什麼 煮最多就是旁邊嗎 煮最多應該是燙青菜 燙青菜 因為韓國沒有燙青菜 收過特別多 就像是 認識了韓國很好的朋友 姐姐 生活能力也提升 那其力多少還會提升一些 當時在韓國 其實那時候我的實力 跟其他騎士的實力 差距是有點大的 對 所以一直輸的時候 其實是會 蠻崩潰的 但是就是要去適應調適 以前的話 以前的話是下這盤棋 就會從頭到尾都會想著 我不能輸 我下這手棋會不會輸 對 就是 每一手棋都會被勝負給綁住 那其實真的很難 下出自己的風格 或是 下出自己想下的內容 本來就想說他們應該是比我強 但是不知道會輸到這麼慘 對 所以可能比我想像中 又差距又更大了 下完棋回家就會默默的落淚 一整天就是 關在房間裡 走不出去 吃東西挑食 精神鼓勵 自己鼓勵自己 當時我 就一直輸的時候 其實身邊有很多老師 他們其實都很鼓勵我 對 就可能會常常過來問我說 有沒有需要 一起拜拜齊啊 就這樣 感覺特別溫暖 我爸其實看得比較開 我媽是蠻擔心說 如果我的成績一直沒有 太多突破的話 就是收入也是一個問題嘛 就他並沒有給我太大的壓力 因為已經升職業了嘛 他也不想說 就一直 一直跟著我一輩子吧 對 就他想要讓我放手 就自己去試 那時候就覺得 就除了兼職好像 還沒有找到其他的方法 不管你成績好的時候 還是不好的時候 你訓練量一定要 還是要達到那個量 我也覺得 訓練的效率也蠻重要 就可能說你今天 你覺得你的心情是 很平靜很適合訓練的時候 那我就會花多一點時間 等到如果我覺得 我今天心情浮躁 或是 不是很開心的時候 我就會 可能出去走走運動 對 逛逛街這樣 明顯感覺到不一樣的話 是從韓國剛過來的人的時候 因為去了 不一樣的地方嘛 視野也比較寬闊一些 對 看的東西也比較多 對我其實看法跟想法 跟 剛生職業的時候的 那一兩年 也不太一樣 就會比較偏向於 現在這時候 下哪一個是最好的 我自己想下哪裡 對 就順負可能 會 就是不會看得這麼的重 對 但是還是很重要 開始比賽的時候 你就應該把順負先放一邊 把這盤子下好 因為下好 其實自然你就是會贏嘛 因為我國中是讀圍棋班 對 全班都會下圍棋 但是到現在 真正繼續走圍棋這條路 只有我一個 就滿多地方會跟 正常的 我這個年紀的 朋友不太一樣 他們就會 比較常說 學校發生什麼 或者說 他們要找工作 讀研究所 因為我們每天 我們每天面對 就是 幾個年紀的 可能也說下圍棋的人 社交能力會稍微 欠缺 就如果真的就只是下圍棋的話 的確滿單調的 所以還是下圍棋之餘 就是沒有比賽 時間比較多的時候 就可以去找一些 想做的事情 我的話就像是 學韓文 日文 最近又是瑜伽 多流汗 然後 讓身體強壯一點 目標 然後 就是 今年 開始亞運訓練 對 我也希望有好的表現 然後 我也希望那個 女子維琪 最強可以繼續得到 什麼 現在就是 都不敢想這種 這麼悠遠 就是 一盤一盤慢慢下 對 我 一直念念不忘的 就是韓國的醬油螃蟹 為什麼 因為它 真的非常的好吃 大家可以去吃吃看 小黑家家 這個一定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稱讚 對 但是 就 也沒有特別 也沒有特別 什麼想法 對 但我倒是承擔 所以也 嗯 就 就 就這樣 就是覺得太漂亮 所以其實 順其自然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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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